好 中國大陸傳出一個 這個算是消費糾紛 而且已經變成有點 各說各話 在杭州有一位馬女士 因為他們全家空調壞了 所以他們特別花了新台幣 1027塊帶了他的老公 還有他的女兒到飯店 訂了一個豪華的大床房 但洗澡的時候 沖水沖了20幾秒 越沖越怪 怎麼有一股很難聞的味道呢 後來一看 居然在這個蓮蓬頭上面 有兩坨黑黑的東西 他們認為這是排泄物 但是這一個指控一出來 店家立刻公布了監視器的畫面 因為他對媒體講說 我不需要賠償 我只要一個道歉就好 但是在監視器裡面 當這個店家跟他說 那我幫你把這一單停退了 結果馬女士就直接講說 退了 那沒有要賠償嗎 沒有賠償是吧 這個說法就有一點不一樣了 劉店長說他很懷疑 這個馬女士自導自言 他一開口就要10萬人民幣的賠償 台幣44萬元 等他們離開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有一個丟棄的 已經洗過的內褲 他們懷疑他的女兒 是不是在進飯店之後 不小心的拉了肚子 然後用蓮蓬頭去洗 就你把內褲洗完之後丟了 蓮蓬頭你弄髒 你自己不知道 沒有老實說 而且他們調了相關的監視器 證明說他們其實這個環境過程裡面 都有在做打掃 馬女士說在淋浴間 不是 我們不是在淋浴間洗的 我們是在外面洗手台洗的 而且這個異物乾巴巴的 但很奇怪 剛剛不是說他被沖水沖了20秒 沖了20秒怎麼還會乾巴巴的 他說賠這44萬是吵架講的企劃 然後他老公也講說 我女兒才10多歲 怎麼可能會拉出 這麼乾巴巴的東西 然後老闆就說 我們全部都是乾淨的 然後打掃阿姨也喊冤 我說從頭到尾 我們檢查過一遍 保證是乾淨的 過去台灣的休閒農場 也有人這個睡到一半 床頭上面爬了一個很大的 十公分的這個蜈蚣 那旅客當然就很生氣 後來這個 但我也很好奇 因為他就是很追究森林的 大自然的從跑進來 這個到底要怪飯店 還是說很自然 所以這個可能有些住的人 會有點害怕 請教我看 這種旅遊居住糾紛 其實常常會發生 可是這一期比較特別在於 後續那個第二個 剛剛又都講的休閒農場 蜈蚣那個 基本上就沒有人願意發生 誰會放蜈蚣就一咬 咬完以後再來跟我索賠 那就是大自然出現這些小動物 可能不只是蜈蚣 可能會有對不對 老鼠 或什麼都有可能 因為這是大自然 那很怕蜈蚣的人 或是蟑螂什麼 OK 但是我覺得大陸杭州這個 我特別去看了他們 因為當地媒體也有去訪問兩兆 就是那個就是飯店 馬女士跟劉老闆 還有他的先生 那基本上有幾個地方 確實不太合理 就是說如果他是一個 完全沒有使用過的浴室 然後沾有這樣子的 一個不清潔的東西 應該會有味道吧 對 就是說你怎麼會 直接花灑就來 如果說他乾掉了會有 就比較沒味道嗎 沒試過 如果乾掉了以後你開水 他為什麼還在裡面呢 他應該就會掉下來 對不對 如果他已經乾掉了 那他為什麼卡在裡面 就表示說清潔人沒有清掃 那如果清潔人沒有清掃的話 即使是乾掉 他還是會有味道 對不對 第二個 為什麼會有一條 就是清洗過的內褲在裡面 所以其實簡單講 講到這裡 飯店都懷疑他們是被弄的 那這個消費者覺得說我們很倒楣 我是因為家裡面的冷氣 已經沒有這個可以用了 壞掉了 所以我們才來租房子 可是他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癥結 在新聞看完全賣才知道就是 他們租了飯店以後 小孩有在裡面 他們夫妻有離開了好幾個小時 讓小孩單獨在裡面 那今天小孩單獨在裡面 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 那你今天出了這個事情以後 你當場在那邊詢問的時候 還不只是糾結於東西不清潔 他在站在櫃台 就是我們看到第二張照片 馬女士沒有賠償是嗎 那時候 因為飯店業者後來也不高興 他把他後面可能他錄的時候 這方面並不知道 他想說怎麼樣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他說我給你退單 就直接我們就不算了 他說沒有賠償是吧 所以他認為說 他是不是想要敲 那十萬人民幣的賠償費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泰魯閣火車行進花蓮 秀林的時候出現了一個狀況 直接看到畫面相當的驚人 這個平交道應該不能過去 但是有一台白色轎車 直接就衝上去了 列車完全來不及反應 為什麼 因為他在行進中 前頭如果你前面有義務 他還可以有時間處理 但是這樣沒辦法 但這個人命真大 車子轉了好幾輪 就這個人沒事 那這個人今年才20歲 非常年輕 一大早6點多 為什麼開車去撞火車呢 他說他因為喝醉了 半夢半醒 搞不清楚前面有火車 他就直接往前開了 還好他人沒事 還可以走下來 不過他現在問題很大了 因為他賠至少5800萬 這個列車是401號的車次 他現在驗出來酒車值0.3毫升 我非常納悶 0.3其實不多 怎麼會醉到 不知道前面火車 正在行進當中 他說前一天晚上喝的 不是剛剛喝的 然後去買早餐 還有一點醉 現在初估他可能要賠5800多萬 很多乘客一大早要上班 變成說還要換到另外一台車 非常罵得要死 很多很多人 上百人受到影響 然後比較妙的是 火車司機都不知道 有車撞到他 所以他繼續開 開到3公里 後來因為車損 失去了動力 才慢慢的停下來 然後更離奇的是 更巧合的是 同一個車次401車次 幾個月前撞到了牛 來請教楊明 這個確實 我覺得這個酒駕的司機 他的命很大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火車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就算有義務 入侵系統也沒有用 因為他火車已經在行 已經經過了平礁道 他去撞上去的 那以後怎麼防止這種 這種沒辦法 他酒駕的怎麼防止 而且他是刻意撞上去 他真的是命很大 你看他是被帶到 如果今天他撞上去 他是被撞過去的話 那不得了 剛好第四車廂還好 只是插出去 而且他只是被移到旁邊 他是被火車的衝撞的力道 他車頭都爛掉了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會去問 這台車到底是什麼款式 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